相信提到邓明赫这个小童心,不少网友们会对他有所了解,他曾经以小福娃的形象登上过央视春晚,次年他还与妹妹邓明路以棉花娃娃,再上春晚舞台,不管是歌舞、戏剧、小品,邓明赫都做到样样精通,并且他还和蔡明、冯拱等著名表演艺术家有过精彩合作。 以其可爱、喜庆的表演风格给全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实际上,邓明赫从小就在艺术学校学习,他曾经获得过河南电视台黎元春比赛的类主,同年他还被评为河南省少儿十大名票,一度拿下过少儿艺术大赛金奖,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奖他以高分夺魁。 邓明赫的出名,不仅让其一家人充满骄傲和高兴,就连全村的香米也都以以为傲。 可谁也不曾料到,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会降临到邓明赫身上,他被查出患上急性水细胞白血病,送到北京儿童医院治疗。 在确诊患病后,邓明赫的病情顿时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,许多家企业以及爱心人士纷纷为他捐款,庆幸的是经过半年的治疗,邓明赫康复出院。 众所皆知,白血病康复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来修养身体,但邓明赫在康复期间,又不断地参与各种商演,结果导致救病复发,最终抢救无效。 这位年仅八岁小童心的去世,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打击。 大家可能不知道,早在邓明赫出患重病时,他的妹妹邓明露还不安逝世。 为了让他能够安心上学,家人对他隐瞒了邓明赫的病情,并且告诉还告诉他,哥哥是去参加了节目,要很长时间才会回来。 年幼的邓明露信以为真,可没过多久,他还是在电视上看到邓明赫躺在医院病床上,望着哥哥那病态的模样,邓明露一度落泪不止。 邓明赫走后,邓明露学系更加刻苦,他不仅荣获了中国青少年影视艺术人才展示总决赛金奖,中国最具影响力同心奖。 他还在前年《我要上春晚》节目中,以其纯正唱腔,优美身段表演了玉剧《穆桂英挂帅》,深受现场观众嘉宾的一致好评,甚至春晚导演杨东升还选定邓明露进入春晚颁奖晚会。 今年,邓明露表演的玉剧《花木兰》,选段《谁说女子不如男》,再次征服了杨东升导演,震撼了全场观众。 这不仅让他成功拿到今年春晚的邀请函,更让其一家人重振对生活的信心,而对于邓明露的逝去,邓明露公开表示,他会带着哥哥没完成的梦想一路向前。 特别声明,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,如有关于作品内容,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